自从开始这个频道的经营 做了一些国家生活不同的比较 特别是对于新加坡与台湾 我也有一些好朋友住在马来西亚 澳洲甚至美国加拿大及纽西兰 所以我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退休后你希望会住在哪里呢 我把这个答案局限在亚洲内几个 我比较熟悉的国家 包括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与澳洲 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地点 也请与我们分享 我自己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接下来比较是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我没有常住过马来西亚与澳洲 虽然常常的去 可是没有当地居民的真实感受 所以也请这两个地方的朋友多多指教 还有对于如何申请到这几个国家退休昂老的居留权 有比较了解的 也请与我们分享 第一个以新加坡而言 我们第一个印象大家可能想到就是安全 这个安全也包括没有天灾 像地震、海啸、台风及火山活动 还有社会安全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没有很高的犯罪率 居住上相对的安全 然后新加坡医疗、设施及公共交通也很齐全 加上政府公积金的退休制度 基本上的生活也能获得保障 但是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高昂的生活成本可能需要很多的储蓄 才能维持你的退休生活 还有新加坡整年如下 气温与日照加起来 整个热效应非常高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无法忍受天气热的人可能是一种挑战 另外一个缺点是 大家都觉得新加坡太小 可能没有很多的活动可以让你充分享受退休生活 这一点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补偿 就是新加坡是航运中心 如果你退休养老的生活要到国外旅游 在新加坡算是非常方便的 我之前与朋友合作过鱼菜工生 租了一个不算小的温室来学习自给自主 所以如果在新加坡在甘坡附近找一块农地来耕作 或许会增添退休生活的乐趣 不过政府的管理上比较严格 很多事情需要照法规来做 不是说这是一个坏处 只是说很多事情一句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放手去做 接下来是台湾 台湾的优点是生活消费水平相对的合理 我有很多长辈在60岁左右退休 日子过得很惬意 尤其是全民健保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住宿与交通工具也比较便宜 然后台湾有明显的四季的不同 居住环境又比较宽广 退休生活参与的活动也比较多 譬如说他们都去践行或是爬山 在南北跟东部迁移 也可能比较有弹性 再来台湾人是出名的对人友善 让整个退休生活变得比较轻松 不过台湾有个问题就是天灾 包含地震台风 所以你要在台湾退休选择的住所 要特别小心 像我帮我父母购买的房屋就在中部 那也是因为台风比较少 还有这几年中国武力的威胁也没有减落 我有美籍华人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选择不回台退休 不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住在外国的台湾人很担心 但是住在台湾的人却没有什么感觉 接下来还有一点是台湾移民政策不是很友善 如果你要选择在台湾退休 可能必须要常常进出或是申请投资移民 那如果可以申请比较长期的签证 台湾是一个很好退休养老的地方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多新加坡人也选择在马来西亚退休 因为马来西亚服务员广阔 很多天然的旅游地区风行优美 也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天灾 在生活消费上也比新加坡便宜很多 然后马来西亚政府有提供第二个家 就是MM2H Malaysia My Second Home的签证 我也有些台湾的朋友申请过 这对要去马来西亚退休养老是一大福音 不过听说近年来需要符合的条件 门槛越来越高 还有一些国际媒体对马来西亚 有些比较负面的报道 但是我认为退休养老的老人家们 都经过风风雨雨 他们会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想不愿意碰触政治 养老就是让自己心情愉悦 不必想得太多 我这么说是因为问过很多新加坡的同事 愿不愿意去马来西亚退休 他们的考量都是这样问题 相同的问题我也问过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都表示自己有一套的应对方法 不要太过招摇 保持低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过我认为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应该都是一个基本的形式标准吧 我亲自想过在退休计划是从新加坡 开着DIY的路云车到马来西亚游玩 可以开到哪里玩到哪里 然后住在哪里 能不能请马来西亚的朋友告诉我 这样的方式可不可行呢 所以我在澳洲有很多不少的台湾香港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人选择在那里退休 尤其是西澳的博士 仿佛澳洲是东南亚及东北亚人 最好的退休地方 其实也有很多新加坡朋友放弃了国籍 把HDB卖掉 加上提顶所有的CPF 到澳洲展开退休的生活 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每次我去澳洲都会有很好的感觉 除了海关人员的脸 大多是臭臭的 不过因为我是以旅客或是工作的身份 接触当地人的机会不多 只有一些在我工作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澳洲人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跟热情的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当地的澳洲人是友善的 然后澳洲地大物博就不需要再说了 天气又很不错 沿着湖边或是海岸走路跑步 整个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 加上社会福利又很好 虽然我常常在介绍看到游民 但是这也是每个国家的现象 然后物价而言 因为澳币这几年比较萎缩 以我用新加坡币来消费觉得蛮划算的 不过长期住在澳洲 以退休不工作的原则可能物价会比较高 无论是选择在澳洲退休的老人家 通常会在自己庭院种些蔬果 也是非常歉意 我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以退休养老为主 不把在当地需要工作为原则 虽然每个地方的消费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你会选择在哪里退休呢 你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安全便宜还是方便呢 请与我们分享 再次谢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及分享 谢谢